Hello大家好呀 欢迎回到百科的厨房 周周中替身的进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以回音为代表的SCT系列 第二种则是以重建为代表的工具进化型 比如脊梁脊影的杀手皇后 荣荣的黄金体验阵魂曲都是这类的代表 康一的回音是系列中第一个可以自我进化的替身 在他之前即便是白金之星这样高成长性的替身 也只是在力量速度方面不断的替身 虽然最后觉醒了时间暂停 但即便了过了20年的时间 成太郎也只能把时间停止5秒 并没有进化出其他与时间相关的能力 SCT系列替身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的进化是可逸 康一可以根据需要可以随意在回音一回音二回音三之间随意切换 从实用性来说 SCT系列无疑是周周中最理想的替身成长模式 回音一的能力是将声音通过殴打或是投掷的方式将声音置向对方 目标一旦触碰就会受到的声音的影响 但回音一并不具备直接的破坏性 所以对抑制坚定的人很难造成有效的伤害 有花子在与康一的战斗时就完全无视了回音一的攻击 回音二对比回音一的昆虫形态有着更明显的四质 它可以直接模拟声音的效果 对比回音一回音二写的文字有着更为强大力量和特性 比如火焰的文字会让人感受到炎热 狂风的文字可以把一个成年人直接吹飞 回音二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能力是通过尾巴的棱锥体捏成的 无法同时使用两种不同的音效 回音三是康一替身的最终形态 射程范围由50米变成了5米 最强的攻击模式可以通过声音的压力冷冻物体的行动 四步时候回音三必须通过殴打接触才能释放能力 五步在和乔鲁诺的战斗中 康一已经可以无需接触就能限制射程范围的任意物体 考虑到进化到回音三后回音的成长性已从变成了B 素质替身应该无法再进行技能的升级了 从回音最初弹壳到后期的进化模式与身体颜色 这个替身应该是参考了龙珠中最强的人造人鲨鱼 乔尼替身牙也是个CT系列的替身 同样可以在前三个形态之间进行切换 但牙丝的使用条件太过苛刻 所以常态下乔尼是无法随意切换牙丝进行攻击的 牙丝的回旋可以摧毁世间的一切 即便爱之列车的光闭也不能阻止牙丝的侵入 参考瓦伦泰利用D4C的能力穿越不同的世界 替换不同的自己仍然无法摆脱牙丝的回旋 牙丝的攻击已经超越了世间的常理 所以在很多粉丝心中牙丝有着周祝中最强的攻击力 日常战斗中乔尼使用最多的是牙二与牙三 牙三更是可以将本体拉入攻击的弹道中 乔尼不仅可以远距离突袭 甚至还可以实现空间转移 我觉得ACT系列进化条件有些类似老式的RPG游戏 精神力就是经验值 当经验包达到上限就可以进化到下一个能力模式 普奇的天堂制造也是替身进化的产物 不过天堂制造的进化条件介于自我觉醒和重建之间 它只需要让星月到达特定的地点 就可以让星月直接进化为创造世界的天堂制造 天堂制造的替身能力是加速世界的时间 加速到宇宙的特异点后 它就可以创造新的平行宇宙 在石之海结束时普奇就已经创造了两个全新的宇宙 我在以前的视频说过星月属于融合型替身 所以它不能归为进化型的替身 类似的还有四弹的软幼师 它是八代吉良吉颖的杀手皇后 与空调杖士文的替身软幼师融合的产物 除了依靠自我的精神实现替身的进化外 周周中还可以通过外力的刺激让替身进一步觉醒 吉良吉颖是第一个被弓箭多次射中的人类 绝望状态下的吉良吉颖被替身之箭再次射中后 杀手皇后觉醒了能让时间倒流的败者时辰 我个人怀疑枯萎穿心也是在类似情况下觉醒的能力 虽然不能像ACT系列替身那样在各个形态下切换 但吉良吉颖的三种能力也是完全不同的 杀皇的第一能力可以将触摸的物体变成炸弹 枯萎穿心除了可以根据热量自动攻击目标外 还有着坚不可摧的外壳 以及可以轻松击破白金之星防御的破坏力 第三能力败者时辰是集合了规则 时间等多种不同的能力 只要从败者时辰附身对象处了解到吉良吉颖的相关信息 败者时辰就会瞬间引爆并让时间倒流回一个小时前 只要吉良吉颖不解除替身能力 原本因败者时辰死去的人仍会在相同的时间点死去 如果败者时辰能力解除时这些人已经死去 那么他们的死亡就无法改变 镇魂曲是由重建次众替身后诞生的超越替身的概念 黄金体验镇魂曲即便在白板下的力量与速度 都远远超过了位于力速双上游的飞红之王 银色战车镇魂曲虽然没有类似的直接表现 但参考初始面板的话我觉得也差不了多少 黄震更是直接改变了飞红之王看到的未来 直接逆转了世间的因果 黄震也成了世界重启前最强的代名词 毕竟任何攻击在黄震眼前都没有了意义 不过我要说一句 骑士波波的银色战车镇魂曲一点都不比黄震弱 任何对银震的攻击都等于在攻击自己 既然银震有着光球的弱点 那么黄震就不可能没有类似的弱点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听说这样可以早日觉醒自己的替身能力 感谢观看